各位环球的常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磁器鉴定,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是知真而实假,那么就是别把这样的东西当作原青花来往。 我们辨别一件器物的真伪以及断带呢,主要呢,要从五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这些当中呢,还要参考很多文化上的一个因素,以及历史上的一些因素,这样呢,才能够把这件器物呢,来断定为某一个时代的。 这个呢,无法脱离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就拿这一件的这个房品,所谓鬼谷子下山的蒙古包来说。 那么这件东西,为什么说它是房品? 首先呢,大家要了解,这个蒙古包,它并不是给汉人做的。 啊,无论它是作为什么样的用途,作为装饰也好,是怎么样来好,它绝不是给汉人做的。 因为汉人对这样的东西完全没有概念,啊,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特别是蒙古人统治了汉人。 那么汉人对蒙古人的这种统治是有反抗的,因此呢,他不可能做出来这样的东西上面有汉族的这些文化元素在里边。 鬼谷子下山这个话题,啊,那是汉人的一种元素。 那有一件啊,鬼谷子下山的大罐,他呢,也不是给蒙古人烧造的,而是我们汉族的一些这个王公贵族,他们定烧的东西。 这也就是后来啊,一些专家认为,元清花时期不可能有啊,所谓的人物画片的这个论断的依据。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啊,元的后期啊,实际上呢,这个齐军呢,已经占领了啊,这个景德镇了。 那么因此呢,在后期,元的后期,景德镇生产出来的一些清花词,被后世的一些啊,这个专家啊,归为到明代的清花词。 这也就是呢,而且历史上呢,在记载上啊,没有写说这个,我们在元代生产过清花词啊,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啊,元清花这个领域一直收到特别的忽视啊。 这是一种对文化上的一种写视嘛。 大家也可以看啊,元史是明代修的元史,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简单。 而且呢,在修的元史里边,对蒙古人呢,进行了一些贬低啊。 大家都可以从史料当中呢,查看到这些的资料。 因此呢,我们在玩瓷器收藏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历史上的一些文化啊,了解呢,这个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当时的生产情况。 这样呢,才能够对一件藏品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认识。 这样,才不会让大家啊,就打眼啊,这个是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了这些文化的信息。 那么这件蒙古包呢,我们一上来看到它的文样,就已经把它否定了。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件这个现代的异造品。 那么再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这个釉。 这个又大家看啊,冒着贼光。 同时呢,跟这个现在保存在俄罗斯的一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件这个蒙古包,来做一下对比。 这件蒙古包呢,很荣幸在上海博物馆曾经举办过的一个叫幽兰神采。 在国内外的这个馆藏的圆青花的一个展览当中出现过。 那么我们看这件啊,这个蒙古包看它的用。 清白用,然后呢,这个完全没有这种贼光。 这个可以非常典型的,而且呢,大家注意看这个蒙古包,它在文式上啊,一种啊,画法上也是比较奇特的。 这个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讲啊。 那么房品啊,它的用虽然说也有这种白中泛蓝的情况,但是这种白中泛蓝不属于元代时期的清花词的那种清白用或者是软白用。 这个大家要学会区分。 那怎么样区分呢,就是一定要多看真东西。 它的用是什么样子的? 你才能够啊,呃,掌握它这个鉴定的这个技巧。 如果你总是放在这个假货这种堆里面,那你就不可能辨别真的东西。 啊,这一点我跟大家再强调。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清花的发色。 呃,元清花这个时期啊,出口到西亚的,甚至包括出口到。 这个东南亚的一些特别的这个大的器件啊,它呢都是用的这个苏玛丽清料。 苏玛丽清料的它的这种晕散流淌和铁锈斑的沉着啊,是非常典型的。 那么我们看房品啊,看这个花朵这里,我给大家标识一下啊,来让大家更加清晰的了解。 大家看这两处所谓的铁锈斑的沉着是完全不同的。 呃,左侧的这个啊,这个元代本巢的东西啊,它是沉入胎骨和清料完全的融合啊,是下沉的。 但是这个房品所做出来的这种下沉是因为它人为做出来的。 至于怎么做呢,我就不能说的太明确啊,还是要给一些人留口饭吃,否则的话呢也太不好说了啊。 啊,大家要学会辨别这样的东西就行了啊,这些呢只能去多看啊。 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它的绘画。 呃,在前面的一帧当中啊,有一些绘画呢,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在文士布局和绘画当中,这一件器物啊,真正的元代本巢,它的绘画的这个啊,地方和其他的元清花的装饰方法略有不同。 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就可以看出来,比方说,它的这个啊,在顶部还有上面的两层里边啊,用的是拔白的这种绘画技法。 同时呢,文士布局跟典型的元清花的这个文士布局也有一些差距,大家仔细对比去观察它的差别在哪里就能发现问题。 最后呢,我们就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圈竹,那么啊,这个蒙古包的这个啊,在元代本巢做出来的圈竹呢,是浅的圈竹。 它维往底下挖了一点,然后呢,都是肉胎的啊,有一些地用,但这个地用呢,它也去刮了一下,虽然刮的没有那么干净。 而且呢,这个跳刀痕呢,是非常明显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呢,透过这些被污染的地方,也依然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胎是洁白的。 那像这件防品啊,这是现代做防品呢,其中的一种手法啊,不仅仅是在景德镇的瓷器上,也包括一些其他窑口的瓷器上的防品。 比如说瓷周窑啊,集周窑啊,等等啊,这些做防品的,甚至还有一些做军窑的啊,都是同样的手法,就是做出这样的效果来,让你觉得哎,这个胎很老很干。 其实呢,这就是现代的做旧的一种方法啊,如果你了解了这些呢,就很容易辨别,而且呢,它没有修足,它是平底,这是不符合当时的这个元代的致辞工艺的啊。 啊,这一看,你为什么我们说一直在强调这个真伪的对比呢,就让大家多多了解真货是什么样的,这样呢,你看到假的东西才能识别的出来。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欢迎大家呢,多多的点赞,给我支持。 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的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呢,对您学习词器鉴定有所帮助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多多的转发我的视频,把我的这个视频呢,推广出去。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